俄國有一支阿爾法特戰部隊 多次瓦解恐怖攻擊 拆解炸彈 可以說是全球最勇猛的 反恐部隊之一 他們創下輝狂的戰士 卻在2004年的貝斯蘭人質事件 300多人死亡 成為最遺憾的一頁 炸開窗戶 駕踢魚罐進入 包圍四面八方 無口不入 不一會 部隊火帶統一份子 任務完成 依針的攻堅演練 阿爾法小組精銳進出 會飛天 會遁地 體能超乎常人 阿爾法特戰部隊 一屬俄羅斯聯邦安全局 成員萬中選一 被認為是全球最精銳的 反恐熊兵之一 阿爾法小組多次以極少人力 精準戰力 瓦解恐怖組織 更在驚險的潔機風暴中 成功拆解爆獵物 救出人質 我記得自己談到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對 但正確的話 對 對 1974年成立的阿爾法小組 更曾兩度參與車程戰爭 扮演平民守護神 你明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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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要暫無損傷 彈劾容易 2002年莫斯科歌劇院 遭到恐怖分子闖入 挾持800多名人質 阿爾法小組強攻畏果 最後秘密施放化學氣體 麻醉割去院裡所有人 但有一百多名人質 席助過量死亡 成為冤魂 兩天後 利斯蘭人質事件 更是阿爾法小組解救任務中 最為慘烈的一天 每個人都認為要求 今天要去學校 和我們分享這個活動 今天要跟我們分享 2004年9月1日 俄羅斯南部貝斯蘭市第一中學 正在舉辦開學典禮 所有人沈浸在歡樂氣氛 渾然不知 一場畢生難忘的夢魘 悄悄降臨 但那天早上 一群人的三十二十八個 仇佛和摩訕者 爭亂大學 和露營 在散場 烈火 射撞了一百多完 子 他們通過了一百二十五個 學生 我們在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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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開始 他們離開 我們不明白 我們不明白 4號 每個人全說雙手抱頭 狹小的體育館還被安裝 好幾顆炸彈掛在牆壁 或栽進籃框 恐怖分子用腳控制炸彈開關 輕輕一踩隨時都可能引爆 他們要發動高加索地區的戰爭 槍聲 爆炸聲已經刺其筆弱 阿爾法 發動高加索地區 離開那邊 因為他們是爺爺的 他們會把我們保持久了 你說不要擔心 媽媽就在外面 追鬼 阿爾法小組 再度擔負重申達人 部隊迅速集結 但受制於人質眾多 遲遲沒有攻堅 這時已經有人質犧牲 屍體被丟棄堆疊 恐怖分子掏出字條 揚岩炸掉多有人 地板上血流成河 體育館成了人間戀獄 慘不忍睹 他試著把我們全都安靜 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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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 一輛警車遭到炸毀 當局確認恐怖分子身分 是車臣獨立武裝分子 派出硬骨石共和國前總統 與他們談判 你不確定保證 我的嗎 當然 我們怎麼會這樣 我們被殺了 他自身進入 先被帶去看堆疊的屍體 後來看到被炸彈陷入散告 擠滿人質的體育館 立刻與恐怖分子打判 恐怖分子同意 釋放26名婦女與嬰兒 原以為斜持事件渴望平和落幕 第三天 情勢計算之下 正當大夥專心聽著收音機同時 傳來劇烈爆炸聲響 這時一群被囚禁的體育館的孩子 紛紛跑出來 恐怖分子拿槍掃射人質 許多人往外逃兵 部署在位的哈爾法小組 眼見情況失控 迅速攻殲入內 一個個沒穿衣服的孩子 被陸續爆出 蓬頭垢面 斑斑血跡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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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住 空間 被抬出的孩子因為嚴重脫水 有的人大口罐水 有的人難受到嘔吐 再見到新人恍如得逝 其實他們不斷撕掉了 你們說如果有脖子 我們都不斷撕掉 都不斷撕掉 最後阿爾法小土 擊斃五名恐怖分子 火打一人 其餘趁斷逃逸 而這起事件 總共有三百三十一名人之死亡 其中包括一百八十一名孩童 六星期後 當局巨星追思一世 變上燭光 看著罵喊整照片 家屬哀痛欲絕 率戰阿爾法小土 無法挽救每一條寶貴生命 但他們枕狂待發 繼續迎向下一場挑戰 因為搶救人質是他們的天職 誓言打擊恐怖主義 永不低頭